同学们好,This is Jingle Chinese,我是赵老师 今天我们要说一说2013年的story narration 在进入这个故事之前呢,我先分享一个research 这几天我看到了一个研究,是2023年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老师在事后删改学生的作文 比如说改学生的错字,改学生的病具 其实对学生的写作分数提高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那到底什么的帮助最大呢? 其中一个就是老师在学生写之前 带着学生分析怎么样是一篇好的范文 那好的文章里面有哪些结构是非常好的 有哪些句子是非常好的 然后学生在写的时候参照这个范文 然后来进行写作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功夫下在之前 这个时候老师的指导对于学生写作分数的提升 要远远大于让学生先写,老师再来改正 所以呢我们在每一次的讲这个的 每个图片的时候呢 我会给个我的example 然后比如说就是时间地点人物 我会告诉他这里有一些词 比如说更难的词或者更复杂的structure 我希望学生会用 然后你也可以在写的时候 做一个checklist 让学生尽量 比如说这里需要用一个bass structure 这里需要用习写形容词 这里需要用连接词 所以这样子的sky folding 对于学生写作分数的提高要比事后 你都写完了改正的提升要大很多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学一个看图写画 所以呢我可以在AP考试15分钟里描述 描述一个故事 我知道我学会了 因为我可以在canvas 然后写这个看图写画 我们今天呢 在你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三个地方 一定要记住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task completion ask yourself did you tell the whole story 一共是几个图片 四个 一共要写四个图片的故事 如果你最后没有时间了 一定要把最后一个故事写完 不可以只写三个图片 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什么分数 第二个delivery how well does your writing bring the pictures to life which means you need to have details 一定要有一些细节和细节的描写 一定要有一些场景的描写 让人觉得啊我能看到图片 第三个就是language use did you choose the right words and the phrases 在你打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当你最后剩两分钟 一分钟到两分钟 please re-read your story 然后把所有的字改过来 ok remember how to respond we have a 时间 谁在哪儿做什么 remember location before verb 在哪儿做什么 然后你可以说一说你的心情 说一说details 说一说connecting words ok 这是我们上课的活动 好 remember 我们要记住给每一个人一个名字 不可以说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一个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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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给每个人一个名字 好 this is our first picture 看看他 想一想 用他来说一说 然后compare your answer with my answer 然后记住一些keyword ok what's this 好 谁在哪儿 做什么 ok here I'm showing you AP report 这里的appropriate vocabulary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老师给我们准备的 比如说他说 他在做什么 他在准备食物 准备食物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you can use a easier one you already learned 叫做吃的东西 做吃的东西 这里是first picture 有一天小明在家里的厨房 他在做什么 一边听音乐 一边做吃的东西 if you want a if you want a higher score you can say 他一边听音乐 一边准备食物 他怎么样 他非常高兴 或者他 性高采烈的准备食物 如果这里有一颗星星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括号 parent says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词 就是如果你的故事里有更多的词 那你的分数将会从三分到四分 或者四分到五分 所以我在这个括号里 在start里就提供了更多的词 他要去 他非常高兴 他心高采烈的准备东西 因为他要去公园 ok 吃午饭 这里 吃午饭 一定要说 location before work 他要在公园吃午饭 他要去公园吃午饭 这里呢 另外一个词 picnic 叫做野餐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一个 野餐 is also showed in the AP reading so let's remember 他去公园野餐 one student sample wrote 他把苹果香蕉放在午餐袋里 so the student used the bar structure so make the story narration even better 所以这里 如果你的目标是三分 you can just list all those things if you wanna you get four or five ok first you need to have more vocabulary second you need to have more grammar structure so in 这里呢 你可以尝试用一下 bar structure 而且你的 location要before verb 所以你有正确的语法 所以这里是老师的一个句子 你可以写你自己的句子 有一天呢 小明在厨房里做吃的东西 他自己包包子 包饺子 remember the verb 包 他非常高兴 因为他要在公园吃午饭 他非常高兴 因为他要去公园野餐 他把准备好的苹果香蕉 放在午餐袋里 so let's analyze this one 走时间 地点 人物 细节的动词 还有一些正确的语法 还有一个 um bar structure 好 第二张组 你要怎么说 好 我们来说一下 然后 所以他去了公园 这里呢 是那个ap reader 提供的 这个 提供的一些示范 他去公园 然后他呢 听音乐 听音乐 正确的词 有一个小狗 小狗跑 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难的structure 叫做 趋向不语 所以我们说跑什么 他跑到 他跑到小明那里 然后 他怎么样 狗吃了食物 ok if you want to use bar structure is 狗把他的食物 吃了 ok 然后 我这过了一会儿 过了几个小时 都可以 小明 坐在 公园的 一棵树旁 ok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just say 他在 公园 他在公园 ok one student wrote 他听着音乐 觉得很惬意 so this is a star word just use more complicated words 所以这里呢 他觉得很惬意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you can say 他觉得很开心 他专心的听着音乐 没有看到那只狗 对不对 他现在没有看到那只狗 突然 突然 一只狗 ok 趋向不语 跑去小明那里 跑去小明那里 所以 然后小明去了公园 他坐在一棵树旁听音乐 突然呢 一只狗 跑去小明那里 因为小明专心的听音乐 没有看到那只狗 so what happened next one 这里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有人 location 去了哪里 他在做什么 然后 没想到的是发生了什么 有连接词 然后 突然 突然 ok third picture 怎么样 我们记住那个 bad structure 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谁 又怎么样 连接词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 好 这里 有一个词就是 complicated bad structure 狗 把他的食物 吃了 ok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use bad structure just say 狗 吃了他的食物 狗吃了他的食物 所以 没想到的是 remember connecting words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没想到的是 狗 把小明的 食物 吃了 啊 这里 这里呢 狗的主人 狗的主人 小美 小美赶紧说 对不起 so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say 道歉 you can say 对不起 if you want to add more words 你可以说 小美急忙 道歉 道歉 apologize 小明说 啊 没关系 没关系 or you can say 小明 非常生气 很生气 为什么呀 因为他没有食物了 必须要回家了 所以 没想到的是 connecting words 狗把小明的食物吃了 然后狗的主人 小美 不好意思的说 对不起 对不起 here we can add some conversation dialog 就你可以就是 把这个 故事 说得更好 然后小明呢 很生气 因为没有午餐 他只能回家了 所以这个 这个connecting words 也有一些 因为 对不对 不好意思的说 加入了一些 detail and then complicated structure bast structure and then没想到的是 没想到的是 connecting words 好 最后 what happened 最后 我们看到了啊 这个是小明 小美 然后他们 在野餐 你看这里 还有饮料 吉他 好 在哪儿 发生了什么 最后 小美说 又加入一个 我有一个好办法 你可以和我的朋友们 一起吃午餐 一起吃午餐 你可以和我们的朋友 一起野餐 然后呢 小美的朋友们 小美的朋友们 都很欢迎小明 this sentence from the AP AP student sample 都很欢迎小明 然后他们 一边一边 another grammar structure 一边吃饭 一边听音乐 最后 小美说 你看这里 可以变成 一个更好的 五分的 小美 集中生智 然后小美 想出一个好方法 然后小美说 我有一个好方法 你考办法 你可以和我的朋友们 一起吃午餐 然后小美的朋友们呢 所以你可以这里呢 小美带着 小明 去到他朋友那里 这样就又是用上了 趋向补语 directional complement 如果你不知道就可以 小美的朋友 都非常欢迎小明 他们开心的 一边听音乐 一边吃午餐 所以这里呢 我们可以学一些新的词 比如说野餐 然后坐在一棵树的旁边 他很专心的 专心的 OK 把structure 把什么什么吃了 embarrassed 不好意思 他不好意思的说 每个人都很欢迎小明 and then we can review our very basic grammar structure 一边一边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当你写完四个故事的时候 一定要想第一个 我有没有写四张图 第二个 我有没有用连接词 细节 对话 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的生动 第三个 我有没有写正确的字 正确的词 这里面正确的字 在你打字拼音的时候 出现的一些错误 是非常非常容易更改的 所以一定要在最后 留两分钟的时间 重新读你的文章 然后更改 好 这个就是我们2023年的 story narration 好 如果有问题 希望 如果有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